品冠隊的鏡頭帶來三張他年少時期的一些照片 跟大家分享屬於品冠的年少時代 第一個角色 我們呢先在照片曝光前 先請這個相對的一個人物先進來 嗨 唉唷 唉唷喔喔喔喔喔 被逗貼錄是不是 你好 他是小小童子君 來啦來 你看看 我們看水柱 對 你看這個水柱 品冠隊小男孩應該滿有 滿有依靠的啦 對 帥帥的喔 對喔 你是誰 所以台灣的童子君那個人是不是這樣子的 是怎樣 喔 對小小童子君 所以品冠你以前曾經夢想當過童子君啊 不是夢想的 只是 只是想當過童子君 那是行一扇 對 那個行一扇 那時候常常拿著那個那個筒子啊 對 去到處 對對對 去付款 對 學校付款啊 還有一些學校有一些什麼 照片 對啊 所以你們覺得我們今天這個小小童子君還蠻帥的 他四歲 對啊 他穿很潮 對喔 有個歐曬手 有個歐曬手 你裙裝的造型出現 對對對 哇 鞋子還蠻潮的 有有有有有 褲子有褲子 對對對 所以呢 品冠你要和那個童子君先拍一張照 然後我們等一下把你的這個照片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來來來要帥帥的感覺喔 來左邊看一下 這個品冠 這個品冠 童子君實習的照片 給大家呢 來看一下 曝光一下喔 好 來 羊羊 好 OK 來 還得近你喔 漂亮喔 漂亮喔 放著放著 不要下來喔 好 對 試一下 品冠看一下你的童子君的照片 對 唉唷 唉唷 制服不太一樣 哪一個 這個 喔這個側面這邊 你看看 他跟你一樣耶 穿短褲的時候 對 然後一樣 後腿那個多細了 對好壁直喔 對 那旁邊這個不是你喔 這個是我們的教練 大哥的 大哥的 然後這是校長 校長 然後再幫你頒發講座 所以你那時候當童子君真的蒐集了不少徽章 我那時候就是整個學校的 最號 對對對 No.1 是齁 你還好嗎 可以 眼睛痛嗎 可以放下來 我自己頭痛 頭也痛了 他在偶像 對 OK 所以看完這個童子君實行 我們讓這個羊羊 飛奔去找媽咪 好 謝謝羊羊 謝謝